世界上面对于爱情 没有精准的定位描述 我爱上了你 一心一意 你浑然不知 只是享受 你甚至于觉得 这是一个什么无聊的人 但这不代表这不是爱情 爱情绝对不是功利的 当一段爱情来临的时候 或者你们认为是爱情的时候 你们就好好地去认真谈你们的恋爱 不要去消耗那些恋爱之外的东西 你好歹留点美好吧 想清楚 说实话 我没有打算嫁给你 我现在只是喜欢你 更多的还是习惯 我不欠你什么 我们俩要发展的前提条件 至少你要来青岛 但是即使你来了青岛 也不意味着我就嫁给你 也不意味着我就会爱上你 这并不冷血 让他去做选择 男生也是一样的 未断爱情放弃点东西 有什么呀 这么年轻 二十三岁 对吧 你未来这种人生的放弃和选择 多了去了 好好恋爱 好好生活 我们一起进入那几天 喝古方红糖 真情六十秒 我就觉得吧 我从第一眼看见你的时候 我就觉得 这就是我以后要找到的人 因为我是真的打心眼里崇拜你 很喜欢你 无论你说我幼稚啊 不成熟也好吧 我就觉得 我是真的想让你在乎我 在意到我的一切感受 因为我也觉得 这是我大学 到以后最真诚 最真挚的一个年来 不为别的 就会对你好 你放心 以后我也会跟你回山东的 我也想让 让自己变得更强 更有能力 希望你能 跟我好好地走下去 相信我们 未来的我们 是为之术 时间到了 这个机器箱里 大家看到的是物件啊 但是背后是什么 我们不知道 问问吧 女生给男生的一本书是吧 因为他一直说话 都比较笨嘛 然后觉得也很幼稚 所以我想 通过读这本书 让他增加一些 就内心的一个涵养 知道更多的 为人处事的道理也好 说话的方式也好 这胡适 因为我知道他爸 喜欢喝茶嘛 我就想 让他爸妈尽到同意我 我也会好好地对他好 请回吧 两位 谢谢你们 来 请关门 来 请关门 来 有请我们的小花童 有请 谢谢 小花童 请亮灯 恋爱就开开心心地谈 别想那么多 用心谈最重要 知道吗 谢谢两位请回吧